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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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見了兩口螺絲 李Sir 謝謝 李宗盛, 查得怎麼樣 看看 李宗盛 這個何志愿 在北京的兩頭住家 他從九三年開始 差不多每個月都上北京一次 等一下 這段時間不是勇哥和杰芝 上北京的日子嗎 看來這個何志愿 都好人有限 你一定是玩誰 警察 車牌和登記證都沒有錯 可知何志愿 這個高折 是不是前兩天來看過醫生的高折 他已經找到何志愿 報車了 證實車上有敏姐的血跡 看來這個何志愿 很可能就是從業謀殺敏姐的兇手 還有, 已經查過何志愿的出入境資料 在你和Jessy 上北京的期間 他對而是有相當的出入境紀錄 對了, 究竟這件事是怎麼樣的 為甚麼他要殺敏姐 即是他對他無仇無冤 那殺人的動機人是甚麼呢 我現在就去找百安 你 我有心問清楚, 開門 你別來煩我, 我們就說清楚 現在姐姐進了醫院 你讓我靜一下行不行 敏姐又躺在醫院 不過她不是你姐姐 你也不是高折 你究竟是比得過 你說甚麼?我不是高折 是, 雖然法律上我們是夫妻 可是我對你已經沒了感情了 你說謊 真正的高折 曾經在九二年撞過車 他左腳的小腿骨 是傷我六口螺絲的 如果你真是他 你敢不敢給我看一隻腳 有沒有做過手術的疤痕 我覺得沒這個必要 我根本就是高折 你不是 從北京失蹤之後 再回來的那個已經不是高折 到底是誰 現在我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Steven, 他好像甚麼都知道了 你想殺他嗎 我們不可以留戶口 不要 走呀, 走呀 六哥, 六哥 你怎麼樣, 六哥 好, 謝謝 勇哥, 已經通知了海關 將他海老空三方面倒截 我想他們不能出境 究竟整件事是怎麼樣的 為甚麼突然 何自說不在高敏的家出現 還有, 為甚麼他襲擊完你之後 他會和Jesse走了 他不是和Jesse真的認識的 那照片裡面的人是誰 和我回香港的 根本就不是Jesse 他只是一個和Jesse一模一樣的女人 也只是想裡面這個 敏姐遇襲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 吊包的秘密 如果我沒猜錯 Tony的死很可能會和這件事有關 慢著, 甚麼遇襲吊包滅口 我完全聽不懂 如果你說回來的那個不是Jesse 那真的那個Jesse在哪裡 應該還在北京 現在先後已經有兩個人死了 那Jesse... 大二仔, 你留在香港 盡快把何自動和賈家高志緝捕歸案 因為只有他們 才知道Jesse的下落 那你呢 我要去北京找Jesse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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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管 別管我, 走呀 林謙華, 林謙華 隊長 他現在怎麼樣 這林謙華剛醒過來, 又暈空去了 醫生, 他現在怎麼樣了 他現在還是很虛弱 等情況再穩定一點才能問話 嗯, 小丁, 你繼續堅守 他的凶殺案的主要關鍵人物 你要特別小心 知道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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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怎麼發現的 這是當時在場的工人 這個樓已經空了幾個月了 我們一接到拆樓的批文 馬上就開工了 我一進來 就看見這個女人躺在地上了 我們怕發生命案 所以就馬上報公安了 那現場東西有沒有移動過呢 沒有啊 這個就是 屍體移動過的痕跡 看來 這個就是 案發的第一現場 怎麼不小心 好了, 扶起來 小柱, 把這個車子帶到局裡面去 好 隊長 畫眼報告已經出來了 牆上 地上 垃圾車上 還有寧千華生的血跡 都正式是王豪生的 從王豪生指甲裡面 發現有寧千華的皮膚的纖維 另外 衣服纖維也很吻合 那麼肯定就是他殺的 一個女人 殺一個大的男人 已經好不容易 殺人之後 還有運屍、棄屍 還這麼大的力氣 隊長 你忘了要垃圾車嗎 只要把屍體放在車上 運到屋子外面 然後再找另外一部車子 把它送走 不就成了嗎 為什麼 他要跑回去凶案的現場 是為了清理現場 把所有的證據全部毀滅掉 對, 就是這樣子 那 又是為了什麼呢 在林千華身上 找到吃了一半的安眠藥 運屍、棄屍 再跑回去 沒人發現凶案的現場 如果把現場所有的證據 全部毀滅掉 那樣 殺人之事 就可以瞞天過海 可是 他沒有想到 屍體就是在第二天 很意外地給人發現 殺人有罪已經脫不了身了 認罪書呢 又找不著 再加上屍體又被發現了 在走脫烏路的情況下 他吞下了安眠藥 畏罪自殺 這次最大可能性 烏書書 怎麼又是你 老婆又不見了 小兄弟 老婆找回來就要守著她 不要三天兩頭 往派出來找 上一次是跑了 這一次又是怎麼回事 你聽我說 我太太由始至終是沒有再出現過 上次找回那個 根本就不是我太太 她是另一個跟我太太 殺得一模一樣的女人 一模一樣的女人 這個女人應該害死過幾條人命 她連我太太的姐姐也想殺了 害死人命 這可了不起 其他事情我不管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盡快找到我太太 找, 一定要找 你別著急 現在就給你備案 小崔 把這張照片發下去 人口失蹤 密切注意 這個女人已經不見五天了 來, 報告她 胡斌 方大姐 你來就好 你看 這個女人你見過嗎 見過 不是說前幾天人沒有了嗎 現在人是真的不見了 方大姐 這是她丈夫 大勇 是你 原來是你的, 太太不見了 我就回去 我們救委會一定會幫忙的 夫妻大姐 這是麻煩你 客氣什麼 甭擔心 走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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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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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冲啊 奶奶叫你回来洗澡 你怎么不听啊 有没有碰到你啊 没有 对不起啊 小冲啊 我让你别乱跑嘛 你看你 先生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请问你 张国龙招手在吗 高小姐 对 那天下午三点多 他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 杨彪要说过什么 不如我说 又到什么地方去 没有 谢谢您 谢谢 你们好像是在说那位记者小姐吧 是 你呀 我好像都有点印象哎 那天下午 我去接小重物放学回家 走到胡同口 就看见了他 他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有个男的 扶着他上车 一上车 那车子就开走了 那个男的 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他 嘿 就是他 就是他 你还觉得车子是什么颜色 该是白色的吧 其他的 我就想不起来了 你终于醒了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医院 你已经被救了 有人想强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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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了吗 慢慢说 冷静了 你叫谁 当然叫你呢 叫我 我叫高捷 庄怎么算 明明是林建华 叫什么高捷 杀了人 想赖吧 什么杀人 我叫高捷 我是记者来的 我在香港上来的 看来她的精神状况还不稳定 可能你们搞错了 我和我丈夫一起上来的 你叫张大勇 可以证明我身份的 那女的居然不认自己是林建华 这不真的眼睛说瞎话 队长 你觉得她的话可信吗 不管真假 我总不能不理啊 小财 你马上联络香港方面 取高捷资料 核对身份 嗯 我就有趣 小主 你设法联络 高捷丈夫张大勇 好 这么巧 这么巧 你今天怎么跑回来了 你们怎么知道 我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这可不是招待你的 妈呀 今天请了她的香港客人 来家里吃饭呢 诶 张大勇 是你呀 来 再喝一杯 别担心 人一定会找到的 张先生 你的太太不见了 给人家掉包了 真的不见 假的也跑了 真是的 什么事都有 她太太还很年轻 很漂亮呢 对 就是她 把心放宽一点 来 喝一杯 哎呀 茶不思饭不想 那怎么行呢 招老婆也要花力气的 来 喝一杯 来来来 对 吃菜吧 啊 谢谢 吃 人家招老婆着急不吃 你怎么也不吃啊 吃 喝多了酒了 就要找茅次 真不好意思 麻烦了你 不要紧 小心啊 这路挺难走的 当心 你太太 是在什么时候不见的 怎么不见的 她是记者 做完访问 被人弄走了 已经五日了 张先生 就在这里 你进去啊 谢谢 我在外面等你 小心 来 你是说 刁包那个女人 跟你太太 长得一模一样 你真的分不出来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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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真笨 我们自己太太认不得了 你真笨 我连自己太太认不得了 你真笨 你真笨 让人看着真是心疼 铁头 你尽力想办法 赶快把她的老婆找回来 我也是过来的人 这夫妻分离真不是个滋味 老婆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把她留下来吧 我先走 你要上哪去啊 我回局里面去啊 你怎么又赶着回去呢 半夜找人也是找不着啊 我忙得很啊 哎呀 你这个人呢 客人留下来了 你反而要走 你妈守寡 是因为你老爹死得早 可你媳妇 现在就在守活寡 妈 别说了 我走了 哎 你先别走 外面风大 你微波儿没带呢 妈 把门锁起来干什么 妈开门啊 不成 今天晚上哪儿也不准你去 给我留下来 妈开门啊 我局里面很忙啊 妈开门啊 你要是孝顺的 就给你妈添个大孙子抱抱 害得你妈头部都等白了 妈开门啊 我局里面真的很忙你开门了 妈 就是不开 甭叫了 算了 妈就是这样的 您看一切 MBA 等他 你 我们就你要去打破 bars 还是 妈 早 让我来吧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好 老妈出马 看她敢不服从 给她锁上门关了灯 让她一夜睡得大天亮 还不好意思了 我得问问她 什么时候让我添个大孙子 妈 别 昨天晚上她打的手电 写了一页 你就别吵她了 什么 她真把我气死了 北投 你 妈 我走了 她醒了 你告诉她 我在局面等她 她太太有消息了 你说什么呢 妈 别忘了啊 队长 这是香港政府 传真过来的资料 那个女人果真是香港人高级 乔队长 是不是有我太太的消息 我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你的太太已经找到了 现在在医院里 情况乐观 姿势有点贫血 她在医院 哪间医院 我想去看她 你们不能见面 法律规定 嫌疑犯是一家属不能见面的 我们要起诉你太太杀人罪 你们说什么啊 我太太怎么会杀人啊 是那个女人 一定是跟她生得一模模样样的女人做的 你们不要搞错她两个 我们知道 那个女人叫宁倩华 是王浩生的秘密情人 那就可以了 你们一查过这件事了 原来昨晚你早就知道我太太的下落 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决定她的身份 所以你们向我探口风 你们应该知道 我太太是受害人的 是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不单止与何志王老人调包 之后还企图杀人 我太太的姐姐来别口 现在香港警方 已经通缺她归案了 还有四天前在酒店 砸楼死的香港医生龙老峰 也很可能和这件事有关系被别口 先后已经两个人遇害 为什么还以为我太太是兇手 既然调包是事实 那么这话我太太被人教我的 我们绝对相信有刁包之事 关于案情的新发展 我们会调查清楚 至于你太太杀人罪 还不可以洗脱 为什么 所有的证据 包括血型 指纹 纤维 都证明你的太太就是兇手 而高姐她自己也承认 在受到侵犯自卫的情况下 刺伤死者 自卫杀人 也是杀人 不会的 我太太不会杀人的 是 我要去见他 我要问清楚他整个事是怎么发生的 你告诉我 他在哪一家医院 你吵什么 这里是公安局 桥主党军你已经最大的隆隆了 小财 我们跟你说过了 嫌疑犯 宜家属是不能见面胡同消息的 有什么来我不可以见他 但要有个桥局长 要看着我们两个 得捕证马上就要签发了 到时候你找律师为你太太辩护吧 我都说我是香港人高折的了 不是什么灵线 什么杀人兇手 我要告诉你 给你刺伤的人黄豪生 他已经死了 我们要控告你 杀人罪 董事 你不是这儿吗 等着吃饭了 等会儿就有 怎么样 不是叫你等一会儿吗 等等等 我等了一整天了 究竟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才能见到他 我要见过太太 我要见过太太 不是跟你说了吗 程序上是不可能的 什么程序 我是当事人的老公 我有权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你们失望他在哪儿 别着急… 你太太刚刚从医院被送回来 现在正在里面问话 你想干什么 程序 我有见过太太 看我衣服 千万都可以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有见过太太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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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勇 阿勇 你好,我给我坐着 我丈夫来找我 我要见他 嫌疑犯,案例子不能与家属见面 现在问话,请你合作点 为什么你当我是杀人犯 我没有杀人 整件事我才是受害者 那天下午 我在张教授家做完访问走出来 突然有人在我后面 用一条小手掩着我的鼻子 然后我就暈了 到我醒了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间废屋里面了 你是谁,你神经 我狠狠 走呀,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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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人捉了我 对我不轨的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懂,我都没见过他的 他叫王浩生 是香港人 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把你抓回去 要侮辱你 你想一想 抓你的人是不是他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醒了的時候 他就撲起來了 我都沒見過其他人 那就是說你在受到侵犯之位的情況下 把他殺死, 然後欺失荒野 再跑去凶案現場, 畏罪自殺 甚麼氣屍, 畏罪自殺 我根本就沒有殺到人 我只知道我當時刺完他 才被他踢暈了, 然後進去醫院 我醒了的時候, 你們就說我殺了人 我記得當時我隨手撿了東西 那你就連刺他之下, 把他殺了 沒有, 我只怕他走過來 我才刺他 我肯定他當時沒死, 沒殺到人 明明殺了人, 還要賴 告訴你, 坦誠認罪, 可以求情檢判 我都說沒有了 我沒殺人, 你怎麼說我才相信呢 我要見張大勇 我要見我幾人, 我要見我姐姐 你各見的人就是你的律師 這個你的丈夫張大勇會為你安排 總之公辭不假, 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 反正你現在叫冤枉也是沒有用的 拿到這個逮捕證 就可以為當事人請律師 我找到律師 是不是可以先見我太太 你這個人, 腦子有問題, 聽不懂 我再清楚跟你說一遍 依據中國司法程序 一番是不能以家屬見面 這是甚麼司法程序 我太太被人露走調包 本來我連她的生性都不知道 現在我找到她 但是你們不讓我去見她 究竟你們知不知道 甚麼也叫做人權的 要講人權, 先講法律, 這就是法律 我也是依法處理 我看你還是為你太太找律師吧 對不起 沒事, 沒事 別動 老虞 這是謀殺呀, 何姐 現場證據對被告很不利 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呀 我來她, 她是無辜的 她給人家電話掌握 那是公安把她掛起來 要不讓我們見面 這只是個程序問題嘛 一定沒請追者, 一定要白滿名啊 中國的法律呀 也許有它不足之處 現在已經在改進當中嘛 慢慢來嘛 怎麼可以慢 人家都比我們強, 比我們進步 我們得提起直追才是 你這丫頭, 瞎扯甚麼呀 我哪有瞎扯啊 閻爺爺爺爺, 您說, 我講得對不對 我看中國的未來就靠你們這一輩人來接班了 你的隱形眼鏡又掉了 剛才嘛, 碰到個冒屍鬼 我看呀, 你才是那個貓屍鬼呀 爺爺 雷威律師, 我太太弄了案件 你說廣東話就行了 我媽媽是廣東人 廣東話我們都聽得懂的 是, 那就最好了 不用跟俠俠說 我看這個官司可以打 好, 你這個案件就交給余律師吧 余律師, 你這麼有經驗 你能接個案子, 那我放心 你以為是我的意思嗎 我跟老余二十多年沒打官司了 我說的余律師是這一位 是他 你好, 余小雨, 多多指教 文件處理好了 馬上叫我送個禮 謝謝 委託書打好, 我們可以馬上出發 不過現在我簡單跟你說 我們的司法程序 根據現時的法例 疑犯只可以見他律師一個人 這件事我知道 除了主理律師之外 還有一個律師陪同一起去見疑犯 當然, 處理案件只有我一個 既然多個律師 多個人處理這案件不就更好 見證律師手上 還有很多其他案件要處理 而且他必須保持中立 不可以參與案情 這件案件真是很有意思 調包教 你真是把那個頂包的老婆帶回香港 一點都沒有察覺他是假的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長得一模一樣 難道他們是雙胞胎嗎 那當然不是 那你也很粗心大意 樣子可以一樣, 但性情一定不同的嘛 你們夫妻相處是不是有問題呢 不是有問題 是因為這個女人串通了一個醫生 她知道我太太以前失憶的背景 失憶? 因為一次之外, 我太太忘記了以前的事 那就是說, 她有可能連你也忘記了 她知道我是她的丈夫 不過就沒有了以前的感覺 那你們夫妻之間... 依律師, 我們兩夫妻的事 跟這件案件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你問我這麼多事, 輪到我再問你 不知道依律師, 你以前處理過甚麼案子 我意思就是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沒有 沒有? 這件案件是我第一次接辦的案件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協盡所能的 謝謝 可以出發了嗎? 爺爺, 我正在跟張先生研究一下案情 研究案情? 你來看看吧 大師, 有甚麼收穫? 原來這個律師 她從來沒有接過個案子來做 一點經驗都沒有的 這個小魚很有概念, 很聰明 觀察能力很強的 不是啦 這件案子對我太太來說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輸的 要是這樣吧 你幫我安排一個經驗好一點的律師 顏律師, 謝謝你 那可能是五天以後 五天 所有的律師手上都有案件 你就是余小魚律師 請多指教 那麼, 你就是見證人鄭律師 沒錯 程序上是可以的 那就說我可以馬上見我的當事人 沒問題, 來, 跟我來 你留下 程序上只有律師可以見他的當事人 余律師, 你要記住 問清楚他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還有, 他說過每一句話 你一定要記清楚回來告訴我 行了, 你放心吧 我們可以走了 可以了 你好, 我是余小魚, 你的代表律師 鄭國平, 本案的進丑律師 為了解案件 我們希望你詳細地 把當天發生的情緣說一次 記得不要漏了任何細節 那天我在張教授家做完訪問 走出來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後面 用布掩著我的鼻子 之後我就暈了 怕他走過來 那我就拿著東西亂刺他 然後他就踢暈了我 可是我肯定他當時沒有死 那就是說 你在自衛的情形之下才傷人 是呀 張太太, 我希望你明白 自衛傷人的罪並不會太重 但是如果你蓄意隱瞞 被假口供的話 對你反而會不利 你說甚麼意思 我都說我沒有殺過人, 我沒有埋屍 你怎麼才會相信的? 我不用你庇護, 你不是幫我 是我的, 律師 你看看你, 情緒這麼容易激動 說你一時衝動殺了人 也一點也不奇怪 你說甚麼? 再問清楚你一次 你到底有沒有殺人氣屍 沒有呀, 你沒有人相信我的 有, 至少你先生張大勇 他相信你是無辜的 為了救你 他的情緒比你更加激動 作為律師, 我不可以感情用事 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把案件的真相找出來 如果你是無辜的, 我一定還你的清白 你還沒有人相信是? 你怎麼能死呢? 你真是因為人家 你現在正在教會 你還沒有死 那些人都不好 我又是就死了 我還要死了 我還要死去 她家, 她就死了 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气息 这是他因眠之时无法做事 就是他说他遗死者不认识 这一点也就保留 商人之事无庸置疑 是否致命另做别人 只是现场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线索 而且高杰他的公司上 也没有说过有第三者 可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孕私呢 我们发现一台燃门雪的垃圾车 凶手把尸体运到屋外 再转汽车 骑尸荒野 我们正在调查黄豪森的丢车 决想性这部车子就是运尸体的交通工具 居然有了汽车 那运尸体一点也不困难了 气势的现场是在僻静的市郊 高杰来了北京才那么几天 他怎么可能找得到 刚好已经跟高杰在北京访问的对象 张国龙教授联络 正是高杰在北京做访问的时候 要求张国龙教授拍几张照片 张教授带他到现场去过 既然已经杀人气死 可是高杰为什么还会晕倒在现场 让你们发现呢 我们相信他是在杀人气死失败以后 惊慌过度, 畏罪自杀 怎么办呢?究竟Jesse现在怎么办 你不是曾经说Jesse他失忆过的 他还记得你怎么开车的? 他在加拿大住了一年 我知道他拿了国际牌 加拿大?那就是开左太 对了 左太是什么问题? 那就是说他懂得开车去尹尸 现在发生什么事? 就算Jesse真的伤了人 他也是自卫伤人而已 他不是杀人嘛 根据他们的推论 初时就是自卫 但后来就变了谋杀 现在的情况看来一点都不乐观 所有的罪证都是指向高折 在现场搜集到的指纹 血迹和纤维也吻合 再加上你太太本身也承认过伤人 弃尸的地点他也有去过 炸车运尸,他也有能力做得到 这件案子越来越棘手 为什么你们不想想 是何志荣和那个女人? 是他们老人吊包,然后杀人灭口 在现场我们根本找不到 任何证据指向他们两个 已经两条人命了,就是最大的证据 那一宗可能是另一宗案 什么一宗那宗?根本就是一宗 为什么你们每个都跟一个鼻冬出气 我早就不应该找你这个孩子 做一宗案子 我请你回来是要翻案的 不是要听你们一起唱相簧 你根本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如果我不是相信高折是无辜的 我根本懒得理你 好,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也无能为力 要认聘高明吧 我来拿回公司吧 对不起 刚才我的血液中了 算了,你心情不好 我也可以理解的 不过,你也要看人家的感受才行 老酒遮事的应该是何志华 但为什么到他醒了之后 看到的会是死了的王老生 这件案子错终复杂 要找出真相 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我已经和高折哥哥调包这件事 他也害怕了 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Jesse就不会出事 要赢这场官司 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你给点耐性吧,急也没用 勇哥,有没有Jesse下落 已经找到了 那他人没事吧 他被公安抓了,涉嫌谋杀 怎会这样 被杀的就是上次勒索Gary 那个港湘王浩生 调包模型Jesse的女人 就叫凌善华 就是他的秘密情 那就是Jesse被人调包頂替 现在还被人教我杀人 可惜公安不是这么说 总之现在的情况 对Jesse就很不利 现在唯一能帮他 洗脱罪名的方法 就是要尽快抓到 搞毛Jesse哥的女人 好,谢谢 怎么了,有什么事了 事了还没有 不过已经通知了海关了 何知雲申飞也飞不掉了 補领的BNO还没出现 无影高折哥的女人 根本就不可以 由正常的途径离开香港 但是她有可能是假证件 或者屈蛇离开香港的 总之通知各单位加紧追查 当然了 大佬大大的老婆生死存亡 都是看他们的 我们会做的 三月十七姓何 何什么呀 何知雄 有了 队长 就这部车 这部车 是不是就在第二天送回来的 对 一下子就送回来了 有没有在出租过 没有 一直停在这儿没动过 小周 马上派人把这个车子 拿到局里面调查 好 又来了 他天天来等消息 别管他 怎么样了 车子的换运报告已经出来了 找队长去啊 好 走 队长不在 放手 好 是不是运尸车啊 车上没有血迹 也没有运尸的痕迹 那就是说 何知雄没有把尸体运走 出租车上面 没有运尸的痕迹 那何知雄 一样可以用第二部车来运尸的 注意下你自己的身份 我们关的事轮不到你来管吧 你怎么进来的 这里是办公重地啊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刚才有人报案 说三月十七日案发那一晚 有人在弃尸现场 发现可疑人物 你把当晚的情况重复一遍 我是西山公园的清洁女工 那天晚上我下班之后 我就推着我的自行车 经过了后山 我就看见一个女的 小姐 你在干什么 我 我在散步 散步 这么晚了 你是女孩子啊 这么晚好危险的 你要当心啊 谢谢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了 那个女的看起来 欢欢张张的不停在抽烟 后来我才知道 那边是发现了尸体呢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的 是啊 就是她 也就是说是高姐 你怎么知道是高姐 令善华不行的吗 她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太太又不吃烟 是高姐她已经欠网了 我们自己去查 查… 你们根本来咬定我太太就是杀人兇手 想问有机会拼死她 你说话又有分寸 我们也是公事公办 我太太是无辜的 如果你们真的公事公办 就应该立刻放了她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小子真欠罩 我不跟你两个说话 我问候队长 你过来 你过来 坦诚认罪可以求情侵犯 怎么样 没有 我没有杀人 我庆舌没有冠罪自杀 你们怎么做公安的 怎么办案都行 你怎么办案都行 你刚好坐着 你走啊 你们懂不懂法文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根本应该打过有很多疑点的 你说什么呢 你这是我们公安的事 说什么 什么事 队长 队长 你小子大爷不参妙是公安局 我老婆是阴亡的 你放了她 你让人有罪 你真的要检查一下自己参图 真是 阿勇 阿勇 放开我 阿勇 真是 放手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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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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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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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我不管你香港怎么样 这个是中国 你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如果你下次还是这样 我一定会依法处理 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